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教大家制作呛面馒头 准备面粉4斤 加入酵母25克 发酵更好,可以再放适量的白糖 放好后我们直接把酵母搅拌均匀 倒入适量的温水,开始和面 做呛面馒头,我们一般和的面都会比较硬 所以说,加水的时候要酌情的添加 掌握好水的用量,十分重要 活成这样的面团,直接倒出来 倒在案板上,我们开始揉面 开始揉面只是把干粉颗粒去掉 表面烧光,就可以放起来发酵 等面团发酵至两倍大 发好的面团,我们再次揉面 就是制作呛面馒头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揉面时一定要把面揉到位 这样做出来的呛面馒头,它才会有层次感 当我们把面压平撒上干粉,这就是呛面 就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反复数次 反复数次后,面团开始变硬 同时我们在搓的时候还能看到有拉丝的状态 揉成这样的状态就算完成了 我们直接用刀切成小块 最后一步,我们直接把小的面块搓成圆馒头形状 就可以了 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制作呛面馒头,它的主要步骤是在揉面上 把面揉到位,做出来的馒头就好吃 蒸好的馒头直接冷水下锅 用中火把水慢慢烧开 等蒸汽上来,蒸30分钟,焖5分钟出锅即可 呛面馒头制作完成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